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是旷野神仆陈泰明 我们这个礼拜要继续上礼拜的题目 我们要探讨在基督教里面的几个层次 基督教里面几个层次 我们把它分为宗教的敬拜 信仰以及生命的改变 三个层次 并且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宗教性的敬拜 什么是宗教性的敬拜呢 就是人寻找超自然力量的保护 人用敬拜以及献祭的方法来寻找超自然力量的保护 那么我们上次讲过 基督教是不是一个宗教 基督教也是一个宗教 基督教里面有神 有敬拜 有献祭 有这些等等的这些成分 当然我们知道 在新约时代 我们已经不献活生生的动物了 我们改献为自己 献为活祭 来敬拜我们的神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讲说 基督教是不是一个宗教 基督教是一个宗教 但是不仅仅是一个宗教 其他的宗教 在世界上很多的宗教 有敬拜石头的 有敬拜太阳的 有敬拜月亮的 有敬拜青蛙的 有敬拜这个 这个嘎爪 就是蟑螂都有人敬拜 在印度有这种神 他们会拜这种东西 希望这个灾难不要临到他们 所以他们会有三万万六千万个神 那我们又讲到说 你敬拜的对象 决定你敬拜的价值 对不对 你敬拜一个真神 那你敬拜的是真神 你敬拜一个假神 你敬拜一个石头 那是你自己找的 但是不仅仅是敬拜的对象 决定敬拜的价值 还有你敬拜 你是用什么方法 什么态度去敬拜 也同样决定了你敬拜的价值 那比如说 我们说宗教的一种信仰 是一个在宗教层面 你相信 那上次我们有曾经提到 有的时候你突然相信的话 在我们提到一个经文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持守 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二节所写的 所以信 我们要不要信 我们要信耶稣 是的 我们要信耶稣 但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方法 什么样的理念 去信耶稣 那就决定你的价值 比如说怎么讲呢 这样讲 我举个例子跟你讲 如果有现在这个股市 大家很多人都关心股市 当然我自己 我不关心股市 我也不管股票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关心股市 那么你就想去买股票 你买股票 当然希望买涨了 或说一些特殊操作人 才会买说要下跌的 他会赚那个跌的钱 无论如何 你收到一个tips tips就是所谓的 你收到人家的消息 说这个股票要涨 你相信这个 你相信这个股票要涨 你去买 对不对 这就是你相信 但是这个 你这个消息的来源 的真实程度 就最后会告诉你 你买这个股票的举动 是对还是错 比如说你 你会相信谁呢 你儿子跟你讲说 或者你们家小孩子 或者你们邻居家小孩子 跟你讲说 听说这个股票很好哦 为什么 他们公司出了什么玩具 会涨 那你相信 那你去买 对不对 但是这个有没有价值 这个有可能有价值 但是有可能是完全没有价值 你相信一个小孩子的话 你相信一个不懂的人的话 你去买 你可能会亏大钱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说这个话的人 告诉你这话的人 是刚好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或者说总经理 或者说销售总监之类的 他知道他公司里面的数字 快要出报表了 他们知道他公司内部运作的情况 他告诉你这个消息 在这里我先重新 在这里我先重新申明一点 这个举动应该是违法的 应该是不能讲的 对不对 这是这个证券法管车的 所以我们只是纯粹举例的 但是假如说有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告诉你买这个股票 我们公司的股票下礼拜我们财报出来 我们财报的数字是怎么样怎么样 是大好比华尔街预测的要好 或者说反过来讲说 他偷偷告诉你说 哎公司不行了 大家都以为我们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的数字实在是不行 那这样的话你就去买另外一种方向 就是买他赔的那种 那你有这内线消息 有这个真实的这个消息 那你买就赚钱 你就知道就赚钱 所以说我们相信对方 是一个怎么样的信 你相信的是真话是假话 就决定了你这个对这个的 买股票这个股票的行动 是赚钱还是赔钱 同样的道理 虽然说你是对同一支股票 但是不同的消息来源 决定你会对这个股票做正确的行动 还是错误的行动 那我们同样在宗教里面 比如说很多人都信耶稣的 如果你今天相信说一句话 人家告诉你说你信耶稣 你病必得医治 你病必得医治 然后你因为这个你有病 你想要去得医治 然后你决定你要去信耶稣 那你可能信信信 信到最后你的病到底有没有好 或者比别人 别人一个月就好了 你拖了两三个月才好 那你这个信心又放错地方了 虽然目标是对的 你说像对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信耶稣的 我们当然知道信耶稣是对的 可是如果说你因为错误的要求去信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你的信心就完全的跌落 完全的失败 所以你来源 这个来源是对是错 如果就决定你的信 你的信靠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 所以因此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只是说 觉得那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 我们来相信它 或觉得这是一个力量 就好像你相信这只股票会涨一样 这是一种相信 但是另外一种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你当你从不认识它 到慢慢到认识它 那种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就把这个信心 从宗教的层面开始挪到信仰层面了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信仰这个字好了 信仰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信仰是不是就是说一定要用在宗教里面 我跟你讲 其实不一定用在宗教里面 比如说我们说三民主义是不是一种信仰 大家都知道三民主义是一种信仰 如果是对岸来的人 他们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 他们相信共产主义会把中国带到一个 更富强的地步 但如果说你在这个1940年 你看这个事情的话 他们在当时觉得共产主义会把中国带到一个富强的地方 到了文化大革命1960几年 那个时候那很多人信仰就已经完全崩溃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这个史大林出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他相信要解决人类的问题 我们要把这个资本家打倒 我们大家财产要能够平均分配 所以当时的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纯粹的平均分配财产 用社会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上的经济问题 但是很不幸的 基本上所有实施共产主义 认真实施共产主义的国家 最后就差不多走到经济破产的地步 你们看现在中国经济很强 苏联经济开始回转 为什么 因为他们离开了这个原来马克思主义那种共产主义 所以今天的共产主义 尤其在中国的话 实际上他们已经实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在做实施 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在发展企业 在发展民生 发展经济 然后表面上政治上说是挂了一个共产主义的 我们说挂羊头也可以 挂着这个羊头 所以就说实际上底下是卖的资本主义的狗肉 用这种方法 所以那个信仰 但是不管这个三民主义 不管说是共产主义 我们说信仰到底是什么东西 信仰就是一个比我们 我们存在现在存在的价值 还要更高的东西 你至少要这样认为 你认为我们要追求一个信仰 为什么 因为你认为承认它的价值比你高 我们愿意以我们自己小小的一个力量 跟随这个信仰 跟随它走 所以我们知道在信仰并不是单指宗教来讲 又指各种主义 你都可以说是一个信仰 你相信什么会成功 你相信我们 比如说当时国父孙中山 就相信要推翻满清 推翻帝王专制 改走民主宪政 他就相信这是他的信仰 因为他走走走走走走 他最后就经过十次革命 最后就推翻了满清政府 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可惜 不管你这个多了不起多大 你这个人世间的信仰不是永久的 不会是永远一辈子 你看现在台湾真的在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宣法吗 没有 台湾最后已经走向类似美国那种 这种三权分立 就这样子如此而已 共产主义更是如此 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基本上 那个经济 经济上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存在了 它就是一阵子 适合这个当时时代的需要 或是人们认为 这个主义适合这个时代的需要 等待时代的需要一过去 就改变了 但是宗教这个信仰就不一样 我们宗教的信仰 我们所信仰的目标不是在这个现状底下 不是说我们二十世纪需要神 二十一世纪我们就不需要神 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人类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都需要神 所以宗教的信仰要比世间的信仰更高 那信仰的话呢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决定要追求这个信仰的时候 要决定要跟随这个信仰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做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 认知 你要真正认知 要了解你才能跟随嘛 对不对 我们说前面讲了三民主义的例子 讲到共产主义的例子 他们在宣传之初 很多人是稀里糊里就加进去了 加入共产党 加入国民党 都有可能 然后在革命的情况下走一走 发觉 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信仰就破碎 变成不得不留在里面 那如果宗教来讲 宗教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才能长久 以一个信仰的方式去跟随我们的神 好 很重要 你要先认识 要彻底了解 你才能跟随 对不对 那 所以说 在各个宗教里面 真正能够称得上信仰的宗教 其实不太多 其实不太多 犹太教算是一个 佛教算是 算不算是呢 其实大部分人信佛教 我觉得那都不能叫信仰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念佛经的时候 只是念他并不明白里面的意思 他就 比如说 我以前就听说 有一个修士 和尚 他说 法师就告诉下面的人说 你要进佛门 对不对 很好 你先去念十万遍的阿弥陀佛 这个为什么 没讲 没告诉任何人为什么 他说你要进佛门 你就先念十万遍的阿弥陀佛 那些人就在那边 阿弥陀佛 对不对 你常常听到很多庙里传出来这种声音 他们就在那边凑那个树 在念念念 这就不能算做信仰 当然我们说真正的佛教的话 研究佛经 那是可以有研究的 跟像基督徒研究圣经 像是有相比的 到这样 你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义 一个教导 一些可以让你去了解的话 那个才能成为信仰 那个才能成为信仰 所以比如说再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台湾或中国 很多人拜观音 拜观音 那个就只能叫拜观音 你不能说拜观音是一种信仰 为什么 因为他拜的时候 连性别 对方的性别都搞错 你知道台湾或中国的观音像 都是一个苗条的女子 身材阿娜 然后就好像披着白袍这样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你真正追他这个源头来的话 观音是从哪里来的 请问你 观音 观音是从这个天竺国 就是现在印度来的 是不是 观音是从那边来的 那你追到天竺国 追到印度去看 他们也有观音 可是他们观音这个字 在印度的梵文里面意思是 这个名字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就像你不会叫一个男人叫Mary 你会叫他叫John 对不对 你会叫他提摩泰 你不会叫他这个沙利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这名字是有性别的 然后这个如果还不做书的话 很简单 你去看那个印度的观音像 印度的观音像 他这两撇帅帅的胡子 是比我的胡子还要更帅 更翘 更卷 所以观音是一个男人来的 但是到了中国 到了台湾 他们在拜观音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女了 所以你连对方的真身 本尊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性别 你都认识不清楚 那就绝对不可能是在信仰 不是信仰 那我们来讲 我们基督教 我们是不是信仰 我们真的是信仰 可是虽然有人 并不用信仰的方式来认识基督教 有人拜耶稣呢 他就是拜一个 耶稣这样的一个神 或者甚至把说 我们说难听 也就是把耶稣当菩萨去拜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人家去传教 去传教 然后我到了一家 然后我们就开始跟那个说 你要信耶稣 没想到那个主人 很爽快的回答 说我们是信耶稣的 那我也想很高兴 那今天就比较神力了 对不对 就想说那就好好跟他谈一谈 我们就可以走了 结果带我去那个人 他就拉拉我 就跟我讲说 他们家是 他们家有信耶稣没错 但是他们也信官公 也信官阴 也信这个各种土地公 他们全部都信 结果后来我进到他们家里 去一看那墙上 真的什么都挂 有挂十字架 有耶稣在上面 可是也有马祖 也有官阴 也有这个那个 他们是一个 这个就是 好像台湾是叫做 一贯道这种叫 他们什么神都信 那这个能不能 你说这个能不能算是 信基督的 我们知道 当然不行 因为他信仰这个行动是错的 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 不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早就向我们启示 对不对 他是独一的真神 你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 有神的启示在这里 那你明明白白的 违反神的启示 去这样做这种方法的信仰 你虽然你的这个 你说你信耶稣 可是你能不能因此得救呢 恐怕是不行 那我们就借保罗的一句话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他写给提摩太的一句书信里头 十二节 一章十二节 我把经文念给你们听 他说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耻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这就是保罗的信仰 保罗深信 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 保罗信的并不是一个主义 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也不是一个主义 不是一套所谓的佛法 或是一套律法 一套可以让人家遵守 可以得成圣的方法 不是的 保罗所信的是一个对象 一个人格或是说神格 一个位格的神 我们当然知道保罗是信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讲这个神格位的 保罗信耶稣基督 他不但信 而且他能够保全 保罗把他什么东西交付给耶稣基督呢 保罗把他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 保罗把他的家庭交托给耶稣基督 保罗从来没有问 在被主护照以后 他有没有去问主说 主啊 我要侍奉你多少年 我到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退休啊 那我有老婆 我可不可以带着我老婆一起来 我的儿子 如果说我生儿子的话将来怎么办 主啊 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然后我来信你 没有 主没有应许保罗任何这些 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是 保罗可能本来是有结婚的 但是后来呢 因为他信耶稣基督的话 这个人等于是被逐出犹太会堂 逐出犹太会堂甚至到一个地步 他的妻子都可以选择离开他回到自己娘家去 就等于是这样离婚了 可能他有甚至他可能有孩子 保罗老婆可能带了孩子离开他 把这个男人逐出犹太会堂 他的亲戚朋友 他的谁 只要跟他还有联络的话 一样要被逐出会堂 犹太人对这个逐出会堂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所以保罗等于说 为了信耶稣基督 他失去这些所有的 但是 但是他相信 他深信 耶稣基督能帮他保全 这些他所交付的 现在在地上所失去 在天上要还给他 他受了为了主信仰 他受了很多的苦难 他也都忍受了 而且他不以为耻 你看看 一个人 他已经做到 在那个 圣安卓会堂里头 做到某种地步 但是他被逐出会堂 人家是看作可耻 他不觉得 因为他深知 他所信的是谁 所以我们基督教 我们不是信什么主义 不是信什么教条 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要认清楚 我们所信的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的人吗 我们说我们信孔子吗 我们现在还有人说信孔子 没有 因为孔子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说 我们相信论语 我们相信儒家思想 但是没有人会说 我信孔子 孔子已经死了 你遇到困难 你不能再去请教孔子 你可以翻他的著作 你可以翻他 学习他的思想 但是你不能再去信这个人 已经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什么身家性命交托给孔子 孔子也不能收 你也不能交托 所以说我们今天 基督教的话就不一样 基督教我们的主是活着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这些交托给他 我们可以 当然从第一步 你要像保罗一样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然后我们才可以交托 所以知道 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讲 认识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认识他 然后我们才可以跟随他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认识他呢 我们上次曾经讲过 世界上三个宗教 同源的宗教 是经由神的启示 让我们认识他 别的宗教 比如说像是佛教 那是一个 释迦摩尼的人 他去菩提树下 他禁私 他去悟道悟出来的东西 印度教这些 他们可能只是看到一些 一些老鼠或是牛跑过来 他们就突然觉得那个可以信 但是基督教不是 基督教是神 是永活的神 把他要我们知道的事情 告诉了我们 他要我们所知道的事情 告诉我们 这里有一段经文 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 经文是在彼得后书一章 从第三节开始 我为大家念一下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招我们的主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这段就到这里 那我们是怎么认识神的呢 当然要从神自己的话 我们不是凭猜测的 我们不是说观察神的作为 我们就自己去认识神 当然这样子 观察神的作为认识神 是方法之一 但是这个只能认识神的表象 如果说你真的要认识神 你不能只能看到表象 然后你看到表象 这个神是罚恶赏善的 那你就发觉 我们也要做罚恶赏善 我们要做那个 不要做恶的人 我们要做善的人 所以他能够赏我们 不要做恶人 免得被罚 因为你常常听说 某某恶人被雷劈了 对不对 这句话就是说 在古时候真的 他们觉得恶人就可能被雷劈 可能也真有恶人被雷劈 所以他们就观察到这个自然现象 他们就说出这个话来 这是观察 这是现象 但是神呢 我们基督教 是神已经把启示赐下给我们了 最早是由先知传话 先知像摩西 像以利亚 他们都成 像以赛亚 这些先知 他们都会说 耶和华如此说 然后说一些话 这样 他们就把耶和华的话 就告诉民 众民 所以先知会帮神来传这个话 到了新约时代 使徒 使徒也出来了 使徒就把这个 他们所认识的神 告诉我们 使徒传话的方法 不像先知 不是把神的话 直接给他告诉我们 当然我们看 四福音里面 有很多是这样的事情 那些人就记录 因为神已经真来到人间 他说的话 谁都可以听 谁都可以帮他传 所以我们看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也做了这部分的工作 但是像使徒的话 保罗 彼得 都是使徒 他们并不是直接传主的话 他们用了 他们所认识的主 把他写出来 加上圣灵的感动 写出来 这就是神的话 启示给我们 所以呢 我们要在信仰里面 要扎根 我们就说 我们信仰要坚固 那我们要真正 好好地认识神 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 认识神 我们要 渴慕神的知识 因为神的话语 很多 已经都启示下来 那我们要去好好地认识神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认识神 要有信仰 最好的方法 就透过读经的方法 你读经 一定要 一定要 查考 一定要细细的思想 这个 诗篇就讲说 我要把他的话 藏在心里 甚至要背诵 免得得罪神 我要把他的话 藏在心里 免得得罪神 这些都是 我们对于 读经 一个认识 我们知道 我们要读经 我们要了解 可是 是不是光是读经 把它记得 就够了呢 这里一个最典型的 反面的例子 就是法利赛人 我问你们 法利赛人懂不懂经文 法利赛人都非常懂经文 法利赛人很多时候 比现今很多 大部分的基督徒 更懂经文 他们是与经文生活的 当然那个经文指旧约 但是他们对经文的了解 远远超过于我们 他们对经文的推崇 他们对经文的敬拜 远远超过现在的基督徒 比如说什么呢 他会把那个 经文做成带子 两条带子 写都是经文 就挂在身上 然后出去每天这样走 你现在到以色列 有的时候还看到到 这样的律法师 法利赛人 然后比较特殊一种 那种现象 他就叫一种金霞 因为经文里头有一句话 你要把我的话放在额头上 放在两眼之间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 其实是说要把它放在脑子里面 存在脑子里面 但是这个法利赛人 他就take这个经文 拿的经文就是直接的遵守 他怎么样呢 他做一个小盒子 小木头盒子 用一条带子绑在这里 叫金霞 金霞就是那个霞子 盒子的意思 放在这里 然后它里头可以塞 把经文塞在里面 用布或什么 塞在里面 就这样 每天带一个盒子在外头走 这是一金霞 这样子 他们的经文的推崇 认识是很高的 他们在做抄写圣经的时候 非常非常谨慎 当他们抄写到里头 有这个耶和华这三个字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就站起来 还要先去洗手 洗手洗手洗干净以后 然后再抄写耶和华 然后再写一写一写 如果下面又来一个耶和华 那他们又要站起来 要再去洗一次手 洗完手 即使是刚刚才 上一句才写耶和华 这句又耶和华 他们又要去洗一次手 洗完手擦干净以后 然后再继续写下去 所以他们对经文的态度 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他们对经文的态度 了然于凶程度 我相信是 对不起 我相信是要远远高过 现在的基督徒 但是他们有没有 在经文当中 得到这个救恩呢 他们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读经的时候 你的心态要对 许多基督徒在读经的时候 他所抱的心态不对 这样的话就读不出什么 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抱着一种看官的心态 什么叫做看官的心态 看官就是那个出钱 去看戏的 我们作为看官 我们可以看这里面的人 主角演得好 演得坏 坏人是多么的可恶 这些人是什么 但是呢 这些主角 好人 坏人 要给什么教训 我们在这里 只是因为我们 父前看戏嘛 所以我们只负责观赏 只负责评断 但是我们并不一定 没有义务 要在里头 吸取教训 生命得到改变 但是我们读神的话 不应该抱着这种心态 要知道 我们不是看官 我们是在那里学习的 我们是在那里学习的 你今天看到的故事 看到这个 神差 萨摩尔 高 大卫做王 大卫在 然后在逃 因为那个扫罗要追杀他 他陆续的逃 逃了很多年以后才做王 你就觉得说 那常常有人有 看戏心态是什么呢 就自比为里头的主角 你就自比为大卫王 我现在景况不好 好像大卫王在山洞里躲着一样 但是将来有一天 我一定会成为像大卫一样的王 对不对 或者说 你这个男女主角谈恋爱 你自然觉得说 这里面所有的奇遇 人家会得到赏赐 赏识 因为这个人有这个才能 有什么 戏剧往往都编得很 很玄妙 很玄奇 对不对 我会得到好的报应的 我会得到好的赏识的 会有人会掩饰英雄我的 你如果今天抱的这种心态 你按照这个先知 你觉得你自己是先知 是大卫王 你会得到赏赐 那么很抱歉 你得到的是另外一种 你今天应该抱的心态是说 这个教训 这个经文里的教训 能够对我有产生什么影响 我跟里面的人 主人公 比如我跟大卫王 我的差别是在哪里 当这个耶稣教训法利赛人的时候 我会不会就是那个法利赛人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我们才能得到吸收 才能得到有帮助的 如果你今天在那个看官的角度看 那你就是看戏 看戏是能够吸收到什么有益的东西 那是很少很少的 当你觉得你是一个学习 一个谦卑学习的角度去看它的话 你才可能会得到很多很多 这个就是一个看官 跟一个受教者心态不同 那我们如果说 另外一个心态就是看官会类比 我们刚刚讲过 你如果老是在圣经里面寻找这个祝福 寻找主角相同的祝福 寻找你得救的证据 这个坏人绝对不会是我 那这种心态你就真的得不到什么 那我们常常看到有年轻的传道人 年纪轻轻神学院刚毕业 在讲道的时候 讲道彼得三次跌倒 三次不认主跌倒的经过 然后就马上就批评 你看彼得信心为什么这么软弱呢 摩西两次击打磐石 你看摩西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 然后这个那个 然后都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去看 可是至少要放马后炮 而且这个马后炮打得很远 你都至少打两千年 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两千年前 你这样放他的马后炮 你已经知道两千年后 这个发生什么事 基督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 你都已经知道了事情 你不是像彼得在当时 他面对的是完全的未知 当你面对完全的未知的时候 你心里的恐惧 你心里的怀疑 会不会比彼得更厉害 还是我们有资格站在这边批判彼得 三次不认主 不要说这个完全的未知 这种今天很大的这个惊吓 你的主人 你跟随三年半的主人 被抓去定十字架 我们不要讲这些 假如说你们所在的公司 有人所在的公司 他老板就非常非常厉害 基本上他生意的网络脉络 人脉关系 都是老板一手抓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你假如说你的老板 突然之间公司传来噩耗 你老板生重病住院 可能是癌症 可能是其他的症状 很严重 那你会怎么想 完了完了 公司的这个生意的这个 所有的只能卖啊 什么金融啊 全部都老板抓在手里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要赶快跳槽吧 找下一份工作吧 这个公司这个船要沉了 你甚至都不会去想 这个公司 如果说老板 这个老板不行了 他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接班人 也是很棒 或者比他更棒 这也不一定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老板那个病可能 经过化疗几次以后 也就好了 现在癌症病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你对于你自己公司 你的饭碗前途的关注 你对这个饭碗的忧虑 是不是要比彼得当时的忧虑 还要更大 如果是这样 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批判彼得 但是人往往 如果你站在看官的心态的话 你去批判彼得 你非常容易 或者说你去批判 法利塞人不认识耶稣 容易不容易 很容易嘛 你们这些法利塞人就心硬嘛 你不认识耶稣嘛 我们早就知道耶稣是主了 again 再一次 你又放了一个两千年的马后炮 你现在当然知道耶稣是主了 但是如果说你是法利塞人 你受了多少年 你从小到大 所长大 所受的教训 都是告诉你独神论者 今天有一个人跑出来说 说他也是主 你会怎么想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也要有做这个心态 我们有说要看看 你看我上教会 我信主可能二十年 那我二十年听到什么道 我今天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我就相信这些道 还是说我能够从道里头看到其他的 从圣经里可以读道出来看到其他的 我们要自己问问看 今天许多人读经的时候 也是挑自己爱读的读 是不是 你今天读一个妇女读照 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这个 然后说丈夫要爱妻子 如爱自己的身体 阿们 然后有人说 妻子跟丈夫要彼此顺服 阿们 你这样就已经在 有点在挑自己喜欢的在读了 然后呢 你看到圣经你教导说 我们人要行善 对不对 要周济穷人 你马上往往就马上就打折扣 阿是阿是阿是阿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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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已经全都全世界都扶在那二者的手下 谁 那你这个问题就马上来了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全世界都扶在二者的手下 谁扶在二者的手下 那些不认识主的人 对不对 你心里马上就这样想 那些不认识主的人扶在二者的手下 我们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已经得救 我们不再扶在二者的手下 你回去仔细读读圣经 那个意思 全世界就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虽然现在是认主耶稣为我们的主 但是我们肉身仍然是扶在那世界的二者的手下 不信的话 你看看 你有没有私心 有没有私心 我们还有私心 我们读经的时候往往照自己的私心来读 我们是不是能舍己 我们还是不能舍己 我们还是希望经文上各种好处 临到我们身上 对不对 那我所认识很多基督徒 往往就是这样 不能舍己 又有私心 所以你看 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经文章有一次说 在这个猎王记里面 有一个以色列仇敌来攻打以色列 这时候南边 南边犹大王 北边是以色列王 他们在商讨的时候 就说 好吧 我们来问国内的先知吧 结果那时候先知都受到假先知的领影响 全部都说这个王出去打战会打胜 只有一个先知叫米盖亚 米盖亚他就跑过来告诉这个王说 你出去打败 打仗不一定战死 然后这个王就非常生气 所有的先知都说极言 为什么你说凶语 然后就要把米盖亚下在尖里 本来要处死 但是想说 等我这个打仗回来 我要给你看看我的厉害 他就去打仗 结果这个王就真的失败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喜欢挑剔 喜欢听对我们有益的 对我们顺耳的 喜欢听极言 我不喜欢听凶语 不喜欢听那个不好的话 你知道像我的侍奉 我常常就劝弟兄姐妹 你要检讨悔罪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 我在我不知道网上 有些人 其实我看那个点赞也知道 当我在教训的时候 你们要怎样 圣洁要过好 要自己检讨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点赞特别少 然后你说 然后写篇文章 主耶稣已经得胜了 这个咚咚咚咚咚 点赞好多人点赞 大家都喜欢听这种 胜利的 凯旋的 得胜的 大家不喜欢听那种 要自己检讨的 要自己那个什么 要思虑自己有没有问题的 我们为了基督 为了要受苦 没什么点赞 点赞的非常少 这个还是说在网上 有一次 有一次我到一个小组当中 真的讲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讲 你为什么老师喜欢讲那种 咒诅的话呢 我说我不是讲咒诅的话 我讲的是圣经里的话 圣经就是要我们去检讨自己 不是说我要咒诅你们 而是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真的应该检讨 所以读经我们要抱持什么心态去读 才能真正认识这个经文 认识真正神的话语意识 我们读经 首先要把自己位置摆正 你不要以为自己就是一个看官 你不要以为你在那边轻松的读 你有资格去评判古人 我们没有资格评判古人 我们是在这里 看着古人的经验受教的 我们往往就是那个 经文讲那些坏人 信心软弱的 跌倒的 忘恩的 作恶的 我们往往就是那种人 你要先把自己的心摆正 你才能在圣经里读到味道出来 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 事实上主在这个 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 一开始就讲 虚心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你们必得安慰 然后最后我觉得跟读经有关系 就是一个虚心 一个哀动 一个清心 清心的人有福了 你必得见神 你要虚心的话 就要先承认 我并不认识主耶稣 我还不够认识主耶稣 我就是因为不够认识 我才来读的嘛 如果说我都已经觉得说 我都认识了 我就是神的儿子 我就是一些得祝福的 那我来读什么呢 我今天为什么要读 因为我需要嘛 我不够认识神嘛 你要先把自己放在一个虚心的位置上 你来读圣经 你才能从教诲中得到有益处 真的 第一件事 你要先把自己定位在那个软弱的 无知的 你是来寻求帮助的 这样子你才能从圣经里头得到帮助 第二件事就是挨动的 你要承认自己有罪 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会堂里面讲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蒙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尽了 是无罪的了 阿们 大家阿们 一旦阿们以后 你就觉得自己是无罪的 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 你说什么 说谎的 贪婪的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就说 他们 他们他们 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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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说谎的 贪婪的 这个话就是也是说给我们听的 所以你今天必须要有那个心 哀动 我觉得我是犯罪 我是毁 我是有罪的 我需要耶稣的保险 可是在需要耶稣保险的同时 我也需要知道真正的忧伤痛悔 我才配得耶稣保险 如果你今天都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 你就直接说耶稣保险已经把我洗尽了 我是无罪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帮助对你不大 所以你第一个要自己要虚心 第二个知道要哀动 要知道自己要有罪 能够认罪 神的话语对你帮助才大 第三个就是要清心 什么叫清心 就是你读经的目的 你读经的目的 我们要单单是因为是神的话语 我们来信靠神的话语 我们来亲近神的话语 这样做才对 比如说有人读经 或者说来查经 看我的解经 或者听我的这个讲道 他的目的是说 他要回去 到他的教会 到他的小组 可以拿出来显摆显摆 拿一些知识出来 你看我讲的是对 我是听了这个 谁这些讲道 所以我都会 你们都不认识 你们都不知道 这是一种显摆的心态 第二种心态 就是说你是为了利益 怎么讲说为利益 有些传道 他去读经 已经是为了谋生活 混碗饭吃了 他不是为了这个 真认识神 这种心态也是不行 然后我们不要为了自义 不要因为自义来读经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是义人 所以我要读经 你们不认识 世人还不认识主 我认识主 你不要自义 因为你如果你自义的话 就回到刚才第二条 你就不够挨动 你要知道你来读经 你是有福的 为什么有福 因为你还有机会得救 你今天听到这个福音 你听到真道 你是有福的 你可以有机会 检讨自己的罪过 能够得到改过的机会 那你要想 我们跟外头人不同 是我们有机会听到 他们还没有 我们要想办法 把这个机会也给他们 让他们也能改过 那首先我要自己能改过 你不要一听 你前几天上个月刚受洗 现在我已经是义人了 那你这样 这种心态 你从圣经里就很难得到什么 然后这个三个心态 虚心的哀动的 还有清心的之外呢 你还要耐心 因为在解经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怕就是从一段经文 一节经文 你就自己归纳整理出一些道理来 这个归纳整理出来的道理 常常是很多是错的 因为你从局部去解出这个全部 你很难 你常常会 如果这样 你说会解到错误的 比如说呢 我们有知道吃中药吗 吃中药 那吃中药的话 中药里面有很多 医生开了很多 十八位 七位 十位 我看药 至少都开个七八位以上 在里面做 对不对 那你今天药里面 有各样的味道 你可以说 我常常看 哎呀 这个好苦 哎呀 这个好甜 那好 我就专门要这个甜 你这苦的都拿掉 我通通拿掉 我不要苦的 我就吃这个甜了 这一碗药 最后煮起来 香香甜甜 好好吃 请问这种药 对治病有没有帮助 如果是医生开了药 医生开了 细心的开了 十位药在里面 你拿掉了三四样 你不喜欢 这种药 对你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就说你如果今天 只是局部的 挑选一些来读的话 你没有读到 有一些你不喜欢 你就跳过去 你就认为说 这对你没帮助 这样的话 你的读经是危险的 我们要得到 全辈的福音 待会后面会讲 全辈的福音 是很重要的 要这个 比如说的 哥罗西书 保罗的哥罗西 一章二十五节 他传道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个道理 我照神为你们 所赐我的职份 做了教会的执事 要把神的道理 传到全辈 全辈的福音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很难从一节 或者一段 圣经来明了 神的道理 往往我们是要 从全辈 就是你把圣经 从头看到鬼以后 把那个整个 经文的意思 整个神的这个 你要认识神以后 你回过头来 再读圣经 比较好 才能解对 这个就是一个麻烦 为什么 你常常 往往初信的人 你还没有读过 一两次全辈 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 你读经文 常常会想错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 你这样一开始 常常是错的 那没关系 第一次有些很多错 你读到完以后 你就多认识神一点 第二次读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对神 有一个全盘认识 你再读经的时候 就不容易再 像第一次有那么多错 可能还是有 但是会少一点 越来就越好 越来越好 你一样 吃中药的时候 你要全面 你不要跳三简四 你不要说我喜欢的 我就这个拿进来 我不喜欢的 我丢出去 比如说 这个常常我们读经的时候 中药是 药理你就明白了 在读经的时候 然后常常说 经文上说 你要存着清洁的心 对对对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要爱这个爱那个爱那个 都躲过去了 可是你没有很认真的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那个清洁心 你心是不是肮脏的 你在彼此相爱 爱人 对你的老板尽忠 对你的仆人怎样 你是真的做到了吗 如果你都啊啊啊过去的话 很抱歉 那你这个 你所读的经文 不需要全北 你就是挑三简四 挑三简四的读经 你很难认识神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办法 有办法 我们人啊聪明就会知道 你要借重前人的智慧 你自己读经很难读通的时候 怎么办 你借重别人的智慧 怎么说呢 你听讲道 对不对 至少讲道这个牧师啊 他不能说他读经 我对不起 我这个圣经六十卷书 我只读了二十卷 我就开始出来讲道 今天要讲马太福音 我昨天读了马太福音 我今天就来讲道 这样的牧师 这个道是讲不好的 他必须把这个圣经读了通透 然后他才能回来 我讲 重新开始 从最简单的讲马太福音 开始讲起 他必须是这样的 所以听道很重要 但是听道呢 你要第一个 要听这个 你认识完整的道 你要听 要听好的道 要听这个正确的道 你不要说这个牧师 他喜欢上来讲笑话 每次讲人来讲 笑话很热闹 无人场 那我喜欢听这个牧师的道 我们选择听道 好道不是这样子 好道是说真正对我们有帮助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正确 如果他今天笑话讲得很精彩 但是他里头内容却是偏颇的话 那这个就不能叫好道 特别是我们要拒绝一些错误的道 比如说像是那个成功神学的 他就常常就告诉我们 基督徒已经得胜了 主多么的爱你 所以你必怎样怎样 这种道听多的话 就是好像是抽大烟抽上瘾的那种 很多很多的安慰 在道里面给你很多很多安慰 给你很多信心的鼓舞 像是打兴奋剂一样 兴奋 好我要得胜我要得胜 神与我通胜 神与我通胜 我说什么事都会通顺的 这样用这种方式 这种是不行的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道 然后另外一种道呢 就是有问题的就是说 有的时候听道太过于简单 简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简单到我看很多 我因为常常做这个事工的原因 我常常喜欢去听别人的讲道 如果说今天 他的教会网上有的话呢 我去网上收听 如果网上没有的话呢 有的时候如果距离不有 就轻轻看他牧师讲什么道 我听了很多道以后 我就发觉很多牧师讲道 怎么讲呢 不是每个牧师讲道都很好的 有很多的道就像那个 好像大人版的儿童主日学 怎么说呢 我们都知不知道 合同主日学讲什么呀 往往就是讲一个故事 对不对 一个故事讲完以后 比如说这个大卫打败哥利亚 这是很好的故事 小孩子最喜欢听这种故事 然后呢像那个 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 七天七圈 不是最后一天七圈嘛 每天一圈 然后耶利哥城就垮了 这也很有这个意思 对不对 然后以利亚怎样怎样 先知哪个先知怎么样怎么样 就结束了 你来这边三四十分钟 就学到这一点点道理 这不是不可以啊 这可以 但是你要晓得 三四十分钟学一个道理 可是你要知道你一个礼拜 你就这个听到三四十分钟 对不对 那我问你 你一生当中有多少个礼拜 多少个主日 我们说好了 假如说一年 可能有一两次你可能不能去 所以一年你就能听五十次道 你十年也不过只能听五百次道 如果说你在听道当中得到什么 然后你这个道都花在这种故事上面的话 那你得进步是很小的 对不对 你的进步并不多 你每次都听这个简单的道理 更可怕的是 常常习惯讲这些故事的教会 讲这个耶稣一支什么 五饼二鱼讲多少次 对不起 那你可能这个教会 每三四年又会把这故事重讲一次 五饼二鱼有两三年没讲 所以又再讲一次 对不对 过两三年又讲一次五饼二鱼 所以你五饼二鱼 每两年三年就会讲到一次 大卫打败歌利亚 每两三年你就会听到一次 结果你听到 听了这么多年 你来来回回就是听这些故事 加上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很难得到全辈的福音 你得到都是片段的 都是短短的 你这样很难完全认识出 所以听到 我们希望说 听一些有深度的 听一些有系统的 把完整的道介绍给你的 如果说你知道 有些人在这种寻找的时候 寻找这种道 你可以把我的录影介绍给他 因为我会用系统的方式 以后要讲这个 比如说讲那个一部经书 以佛所书从头讲到尾 这种都是有系统的介绍 会比较得到全辈的福音 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听到要找这种 对你有帮助的 因为你在有经验的人导引之下 有一个全面认识的人 所讲的到的导引之下 你比较不容易走错路 要不然如果你是看一节一段圣经 你自己来解 常常会解错路 但是你有一个全面圣经 完整认识的知识 来解这个圣经一节的时候 那这种解法比较不容易有错误 这是为什么 如果说真的是 你讲道是对的 是好的 那你解的话 就不应该有这种错误 只是很可惜 现在真的好的道不太多 好的道不太多 你有机会听好的道 你要珍惜 所以我们在说认识主 认识主你要有两种事情 第一个你要得到全辈的福音 第二件事情 你对自己要要求 你要成长 你不要去听年复一年 这种日复一日 三年轮一回又讲哥利亚 又讲耶稣一字 要讲五评二语 每两三年都讲这种词 那你的进步是很少的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成长 你看 这彼得后书一章的经文 我们讲过 大概用过一两次 但我再提一下 就说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又加上德性 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治闲懒不结果子 你看 彼得说什么 你要认识主耶稣基督 你要结果子 你要在这个上面有进步 当你做了一个 比如说你有了德性 又有知识 那你有知识的时候 你就会更认识主耶稣基督一点 你有了德性 你把那个作恶的习惯先改掉以后 你再去看主耶稣基督教训 你的认识就会更深 你不会停留在原来那种很浅的道理 这个就是彼得要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认识主的上面 你要往前进 你要得到全辈的福音 你不要挑三拣四 能够做到这些几点的话 那么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 就比较能够走向正途 就比较能够走向正途 那今天我们由于时间的缘故 我们又只能讲到这里 但是我们基本上 你把信仰应该怎么走 要认识神 怎么样才认识神 大概讲了一下 那但是呢 这个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宗教信仰生命 宗教信仰生命 信仰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光有信仰 光是愿意跟随 还是不够 我们要真正要能够在跟随的时候 要真正走上跟随的时候 生命要有变化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认识神的上面 我们往往如果缺乏 愿意虚心接受 愿意跟随的心的话 我们在信仰上 始终会有一个难关 不能突破 这是为什么 后面要进入到生命的层面上 这个我们可能到下周 以后再来讨论 今天我们讲到的 就到这里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感谢主 我们赞美主 愿这个神的话语 启示我们 光照我们 开启我们 让我们真正能走在路上 我们真正来认识你 亲近你 感谢赞美主 愿上帝祝福你们 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